基金投资门道多了解内幕不踩雷 大家好 我是专门生发基金内幕的基金研究员阿姬 哈喽各位小机友 大家好 又是我阿姬 昨天阿姬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是腾讯入股的高益资产 要强强联合搞事情 这条新闻其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你说腾讯这么大的公司 干嘛要入股一个私募基金呢 其实大家都被这个标题挡骗了 这个高益资产 众所周知是邱国路带领的一个知名私募基金 而这次腾讯入股的是高益投资公司 虽然名字都叫高益 但实际上这个高益投资 只是高益资产的一个GP 也就是很小的一个普通合伙人 整个公司只是有高益资产的 0.0055%的股份 基本上等于完全没有股权 而本次入股呢 也就是把高益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 从5万升到了14.75万 也就是企额折腾了一下 也就是掏了几万块钱出来而已 虽然这次入股 看似有些莫名其妙 但其实腾讯和高益资产背后 其实还是有千十万里的关系的 根据天眼查显示 腾讯的子公司 宁知腾讯 其实已经在2019年的8月 就入股了上海高益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那么当时出资是2.3亿 出资的比例呢 该是高达64.6的百分之 是高益资产的一个第一大出资人 但是啊 因为是有限合伙企业的关系 实际上出资比例不等于持股比例 高益的CEO就透露过 实际上腾讯只持有高益 这个公司的个位数的股权 腾讯日常也并不参与 公司的投资经营和管理 那么这件事到这里就显得很奇怪了 我们简化一下上面的逻辑 相当于你原来已经投了很多钱 给一个公司了 现在又投资了这家公司的 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合伙人 那么到底他是想干嘛呢 而且也没有取得控股权 甚至连董事席位都没有 难道真的是因为马化腾生日到了 想买一个公司纪念一下 好这里插播一下 今天是马化腾生日一键三连这个视频 你再看看你的账号会变成金色 我已经试过了 是真的 你们赶紧试试吧 是中国人就转 广告插完了 继续正题 通常大老门的撒操作都是很难捉摸透的 RG也没有办法占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 但是我可以尽可能的去猜测一下 首先高益资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除了国内A股的逢牛邓小峰 这两位为人熟知的基金经理外 彼此也有投资国外的公司的 之前高益在美国证监会公布了他在美股的一个持仓情况 那么他们其仓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 前五大重仓股分别是拼多多 微博网易 B站 还有华柱集团 那么合计的持仓市值是3.43亿美元 占整个高益美股持仓的比例是有80%以上 那么这就很有意思了 如果腾讯想投资互联网企业 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无论是从战略投资的角度 还是去二级市场慢慢买 他基本上都不需要通过高益 而且腾讯自己的投资部门能力也是足够变态的强的 那腾讯是想靠高益的私募帮他理财增值吗 别开玩笑了 一个几万亿市值的公司 一年赚一千多亿 根本也看不上 那两个多亿的资金的所谓的投资增值 何必大费周章的去搞这些小动作呢 那是不是腾讯想涉足金融科技领域 这个或许是可以沾脸边了 但也有点奇怪 你要搞理财通也好 搞微重银行也好 甚至是微信去买基金也好 其实你收购一个基金平台或者是学阿里 买天宏基金这样子的公募公司 可能更合适 弄个私募来干嘛呢 以上都不是 难道真的是马化腾生日任性买买买买 后来呢一个做投资的朋友提醒了我 他说说不定腾讯是需要一个白手套呢 那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 这个可能性不小 其实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实力十分强 近几年也是陆续的在出海 无论是投资还是自己的团队去做 在外国也陆续形成了一股势力 偶音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呢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 那如果日后中国企业 想去战略投资外国互联网业务 可能还是会面临外国政府的打压的 或者呢给出各种各样的限制 最近抖音跟小米就是一个例子了 连印度都可以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那么在这种政治的环境下 优势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根本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抢占国外市场和商机 那即便做到了 随时一个政府制裁 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了 但是如果通过一个投资企业 来去间接进行投资或者控股 那就方便太多了 虽然说穿透了都是一样的 但至少明面上 它就是一个基因公司的投资嘛 那所以或许真相就是 这个合作主要是为了日后出海 买买买或者偷偷偷说准备的吧 所以这也可能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腾讯要花几万块 纠结一个小小小小小合伙公司的股权了 可能背后有更大的一盘棋 当然了这也是阿基的一个无端猜测 没有任何的真评实据 各位听听就算了 或许呢 这只是小马哥某天随便说了一句 那个我想学一下做高益 秘书这个时候就说 好的已经买回来了 我这个谐音梗应该不扣钱吧 我是阿基 一个默默站在你身后的基金研究员 记得一键三连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